当中呢,现在是Ronnie O'Sullivan,3比2领先了Earth Strickland 现场的这个场地布置的相当的漂亮 这个气氛十足啊 好,好像大家对这个比数 有那么一点点小疑问 所以Ronnie O'Sullivan跟这个张伯伦先生还有 哎呀,哇,刚尾抬得太高了 这样子一来的话,哇 那么现在有机会 这个罗里尾苏联可以获得这个第二盘的这个胜利 我们看到这个史翠兰在旁边好像一副不屑的一种 一种态度 因为我们从他们这个赛制 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这个deuce 因为在这个94年的这个欧洲大赛赛有这个deuce 必须要超过两盘才算赢 两局才算赢 所以他不晓得他们这个比赛有没有deuce 那要不然的话 这个等于说是现在这一局 如果这个罗里尾苏联拿下来的话 就赢了 好,拉杆下来做打三号球 我们看到四号球也是在旁边 那么有没有被旁边的这个球挡住呢 旁边这个球我们仔细看一下是几号球 好像是九号球 是九号球的样子 好,要打一个四球组合球 那个球应该是九号球 没错 诶,果然是 这话球进 Rania Sullivan 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表现得相当的出色 现在已经形成了1比1平手 换句话说第三盘是决胜盘 那边呢 oder 一 operators 圆里尾苏利忘 到后来 原来ドラマ 这边是 结果啊 哇,连笔球观众都喝彩 诺尼奏所莲得了先攻 还是一样 鸟鸟冲 哎呦 7号球被 4号球碰进带 1号球可以来进攻中带 2号球在下面 好轻轻的推 那么现在来一个 2-4的组合球 好 2号球停了带口 非常的漂亮 3号球就来旁边 轻轻的打进 好那么再 再打一个低竿 母球回到 左边的中带附近 做到了5号球 如果是直球的话 就直接拉竿 有可能会去碰到6号球 我们看翠篮 心里在想 你会不会打这一球 好 直接拉竿 这个球不管怎么样都是一定要直接拉竿 这个直接拉竿的话 有机会来做到6号球同一个带 千万不要太直 千万不要太直 好拉竿回来 我们看这个球就是没有下赛拉竿 所以反弹的角度会突然变大 好球啊 一杆清光啊 非常的不简单 九号球准镜 看他这些观众 很好 有点不敢置信的眼神 开始紧张了 反观这个浪里欧苏远 果然是相当的轻松 我们看了 浪里欧苏远20岁的时候 也是长得英俊潇洒 比18岁的他 这个20岁的时候 虽然说只隔两年而已 但是这个脸部显得就已经成熟的多了 的确是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虽然冲球啊 冲得相当的漂亮 但是1号球没有办法直接进袋啊 所以说可以来一个灌球啊 灌球兼组合球啊 来让这个8号球进袋 好果然没错啊 这个8号球已经进了 而且1号球留在袋口 好左塞拉竿 左塞拉竿回来 好那么再打个 打个滴杆定杆 这个碰颗星轻轻的弹出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4号球可以 4号球好像没有办法 好还是做左边的底带 这个因为右边的底带 是被这个9号球给挡住了 走两颗星上来 好 好拉竿横台 6号球 这个不需要勉强来做中带 这个 这个做底带就可以了 好 四川的速度也是 也是 不输这个快枪侠 这个不输诺利欧速度人 以及这个托利爪狗 第二排呢 已经形成了1比1平手了之后 好